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接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 什么叫有位 什么叫无位 什么叫有记 什么叫无记 一共有其一段 以下就 之前能说个题目 何等为四事故 有故四事有 这句话怎么讲啊 什么意思 何等为四事有故四事有 下句解释了 位啊 无名有 所以就有行了 有无名就有行有 无名有 行有 那何等为四事无故四事无 时无故 明骚无 明骚因尸起的 明骚没有了 那这个事也就没有了 说四事无故四事无 时没有了 明骚也没有了 何等为四事起 四故起啊 何等为四事起 故四事起 位 奈起故 苦有 你对任何事物起 奈 奈吧 一奈苦就跟来了 奈就是苦 奈起故 苦起了 何等为四事灭 四事灭啊 什么叫这个四 没有了 就灭掉了 有灭故 故生灭 有灭 才有生灭 没有灭了 哪还有灭啊 这都是用这叠句说 这都是讲的因果法的 因果相忘 说文呢 就学 四体十二因缘 这讲十二因缘法的 因和果是相忘的 有因必有果 有能生 一定有所生 有此必有彼 有我必有唐 你去了这一面 那面便没有了 有生才有灭 有生才有死啊 没有生还有死吗 是什么啊 此起故 彼起 此无故 彼灭 彼悟 相对法 灭一半边 那半边就没有了 佛所教授我们的 续切法都是相对的 要灭相对法 意思就是说这 能引起你 生 生什么呢 就是无名 无名原始 这是十二因缘的 他说不要难耐个解释 我完全没难耐个解释 说无名有了 什么行为就有了 无名有就有行 无名原行 行愿明伞明伞 愿六入 这是十二因缘法 咱们不去那么讲它了 那就很成了 这个事有 是因为无名有的 无名要没有了 这个行为就没有了 无名的行为就没有了 那什么叫四四无 四四无故 四四无 因为这个事没有 因为原原这事没有 那这个事当也没有了 什么事呢 十无故 明伞无 没有十呢 明伞不存在了 六四咱们人受胎 刚才讲受胎 受胎最初呢 只是个名色了 如果没十不成就的 明伞加上十 以十为主 这叫什么十呢 大家都知道了 叫八十 和了也是 去后来天做主翁 死的时候 你身体全死完了 十还没死 八十还没走 我们这出家人的 佛弟子死的时候 不要动他 动他 他生了一切 他又生起大烦恼了 那时候他不知道你是谁了 你动他 他生了一切 他你害他 就这样 不要动 隔三天 有的最长的时间 隔七天 有的他死啊 不走 他练这个幼体 说把他隔七天就走了 七天绝对清静了 离开了 有的快的三天就离开了 当时死挪动他 谁挪动他 他不知道是谁 反而跟你记恨的心 他起仇恨心 你挪动他 非常痛苦 这样来说这个起 没有死 没有死的 名伞没作用 一个名字 有假名名伞 说 名伞跟死 和和 而成为咱们这个太 为什么咱说是 去后来先做主 问 来的时候 死先来 走的时候 死走的最后 身体全坏都死了 死定了 摸摸他的心脏 死定了 凉了 这一下就来 一个一个结算 这个叫 文章 你不问 你怎么都知道 这些法呀 这叫因缘法 因缘国 怎么起的业 大乘起心论讲 一念不绝 一念不绝 生三细 一念不绝 就是无明 一念不绝 就是无明 与这个无念不绝 生三细相 就是夜相 转向 现象 八地菩萨 断现象 九地菩萨 断转向 十地菩萨 断夜相 所以华言 又加个十一地 断那个无明 一念不绝 断了一念 那个 一般的教育上 就等觉 妙觉 那就是等觉 那你 还面的时候 是这样的 生起也是这样的 但是 问他 为什么我起那一念呢 这是佛是不达的 继续你到成佛的时候 你才知道 没法跟你说 都自相 相续相 自相相续相 就要造业了 以前没造业 就在内心这种的 这才起业 就是造业了 造业了 业就把你拴住了 你就跑不妥了 叫业系口 起业 业就把你吸住了 就业系口 业系口 业系口 就把你 束缝住了 你所造的业 你造什么业 就不能束缝到什么上 为什么你要造业呢 执着 咱们讲无拙嘛 他在这起执着 执着什么呢 执着好的 要去取 去的不好 又去受 一执着就取舍 这就有了 有什么 有了生死了 轮回望 永远拖不拖 什么叫四千法 执受想行事 执受想行事 就是五运 五运本身的 五个合到一起 执会聚到一起 四个属于心里的作用 一个是一切有形有相的 是物子 物子跟心里 色的就是行形赛赛的 就叫警戒相 受想行事 这是属于心法 其实五运就是色心二法 就是两个 一个心 一个相 什么叫四千法 什么叫散受想行事 第二 解释这个 世间 世就是过去 现在 未来 三次 它是千流不许的变化 过去还有过去 过去当中有过去 未来 现在 现在有过去 现在未来 未来还有现在 过去 未来 就是三次 九次 世界跟世界 有间隔的 今年不是去年 去年过去了 今天是今年 未来 未来还没来 但是 这三次 都叫有漏 有漏 漏漏的 三次 千流不许 三次 就是无量 就是无量 所以三次 无运 运就是寒长意 极具意 运成很多很多 说个五样 每一样 就是很多 跟刚才念的三十六五 就是人身上 三十六件东西 组成的 是大字这么说 详细分了 还多得很 三十六 组成 这个组成 集聚运 就是集聚到一起的 杂技的 杂技到一起的 这里头又有 因 有果 有因 有果 尝着 用尝着 尝着 里头 含着 因和果 世间 天是间隔 世是隐蔽 三四都是互相间隔的 千流不息的三四 所以咱们现在 现在我们这个时候 三点钟 一会儿就是四点钟了 十点钟就是五点钟了 千流不息的 那明天不害有三 夜间不害有三四五 那不行了 把他定出时间不对了 今天是二号了 那明天那个 那个又啥 那是三号了 这是间隔的 轮转 间流不息 但是没有一件事 真实的 是虚伪的 这叫三四 间隔一切的法 什么法呢 奏向行使 无运 五种的 间的 就是表示虚伪 不是真实的 世间的间 四是三四 间是间隔 间隔呢 骰不是心 骰不是心 瘦也不是想 五种各个不同 各个不同 这个骰把他说成了 一说到伞 就是自耐的东西 自耐我去 它就变成一些有相的东西 色必须有相 有相 你看桌子的骰法 跟那香炉的骰法 这都是叫色 一个 一个色法 但是这个是木头的 那这个作用不同 那个作用不同 看你把它用到什么上 就是什么上 它以取相为义 你要知道 它是相 知道的相 还要知道 这个相啊 不是种旧的了 是生生灭灭 生生灭灭 这相 一直什么建立的 生生灭灭 是不生 不灭 建立的 怎么经常在念经上 念那么两句话 法本无生 因静有啊 说法没有生的 因为那个静 警戒相 才现的 分别住一些 一些住院 一些住相 他的姓是什么 的姓是没有 空 记 一切住法 这相 空记 空 空还有什么灭吗 也没什么生吗 空不生不灭 空本身不生不灭 所以咱们把这个空 形容佛所说的空 那是真空 这是世界上的虚空 虚空不是真空 真空才不空 虚空就是空的 真正空就是空 咱们说到佛教 所说真空 真空不是不空 说那一切功德 就成为妙有了 这个意思 什么意思呢 空 空是无生 空能生什么 空生大觉宗 空生大觉就生到 智慧当中 智慧给他定了 空 说一切法呢 有个运 蕴藏的 把他回归佛所教授的 说法界无奈 咱们经常说法界无奈 把一切有相 注运变成有相 有相 皆有生灭 在他灭的时候 灭了 灭了没有障碍了 没灭就做障碍 怎么能达到灭 观注法 心生 才有一些注法之相 心灭 那注法也就没有了 心 是属于无相的 井 是属于有相的 心能钻井 成佛了 心能钻井 说你的心呢 被井 把你转了 不是有无而惭愧啊 这些全是井 前的所说都是井 你被他转了 说真心 随缘 变成一切注法 静法随缘 又变成严法 这个随缘 但是他的本性 就是性空意 性空绝对是情形的 空固不可灭 永远不灭的 这个是无生意 说注法无生 无不生 这就是含常着 由性而起相的 注法生即无生 生了就是没有 那就注法真性意 悲性意 直到这一法 五蕴 十二处 十八戒 在他体上说是无奈的了 其实像了 有些是名词了 咱说虚空 虚空什么样子 没谁把虚空形容出来 究竟神空 谁都看到 谁都印到虚空 虚空什么样子 只能说是空啊 空没有个样子的 没有个形象给你看的 你这里头 有些什么像 现什么形象 他是无生的 直到一切法 色受相形之运 这五运怎么起的 他是缘起的了 他的体是性空的了 这叫真实多瘟 真实多瘟 就是说 五运之性 不变的 不随五运转的 五运是生灭的 随时可现 随时没有 何为除世间法 解释了 什么叫除世间法 怎么前头讲这个 有五运现象 这叫世间法 把他变了 变除世间法 这五运法是假的 是世间法 除世间法是真理 对着世间法而说的 除世间法 没有世间法 除世间法力不重 也没有什么叫除世间法 前头讲的是假五运 是生灭五运 现在讲除世间法 除世间法呢 名词变了 戒定慧 泄泄泄泄之间 这个大家 学经学的很多了 都知道了 戒定慧嘛 就是泄脱了 泄脱了是怎么样的 没有名言 没有形象 这叫泄脱 有名言有邪相 就不泄脱了 三无六学 戒定慧 这就叫做五分法身 这五分就是法身 五分法身 五分法身是有德 所以不说有漏的 说去显那个真实道理 是对着四间法 而定的五分法 泄脱的本身是什么意思 一些泄脱的东西 都没有了 这就泄脱了 能泄脱了 什么是泄脱了 有一人向一位主持请 如何是泄脱 那主持问他 谁把你疏法了 谁把你疏法了 说没有啊 那还为什么泄脱 很简单 他请求泄脱 泄脱是对着疏法的 那主持问他 是谁疏法你了 他找一找 没有啊 谁没疏法了 他说本来你本身就是泄脱了 你要问书法 问泄脱做什么呢 有些意思啊 要你聊到井上 在一些事物当中 你能够自在 怎么自在呢 觉悟了 你觉悟了 书法不到你了 色没有 给他起的假定的 色本无心 因尽有 你那个心呢 他是不生的 遇到什么环境 生什么心 遇到什么环境 生什么心 这个我想我们大家 都常识的 都能理解 你见了佛像 生起恭敬心 生起欢喜心 生起求泄脱的心 其实你的心跟他相应 他不信的 他见着 乃至于他过去是魔王 或者他是造业的 他要伤害他的 这现在社会现象上 当时社会现象也有了 信佛的人 说泰国了 日本了 或者缅甸了 西兰了 信佛的人 那对阿富汗 上前年吧 炸那个大佛 阿富汗一批山 整个山 一个大佛像 石佛雕的 好几千年了 玄奉法子入制 到了印度朝 取经都走过这些山 他的记载上都有 阿富汗那个 他破坏了一个大佛 用那个大炮炸呀 炸了好几次 日本要给他好多业 他不卖 非要把他炸掉不可 为什么 众生的业呀 这些的业系 不是业统 为什么产生这个 法本无声因静有 求求这么静 有这个静 你必须得了解 静的自在 要想得静的自在呀 你要修灌 灌就是思维修 你想一想 怎么想呢 想明白了 灌生就会 会就是明白了 身体自 照料 根本会 根本的自 照料 现在两种 一个是四间法 一个是除四间法 那么叫 一个是有为法 一个是无为法 人往护果间 观这个空线 观这个色寿 想行识 得到的 银法 什么言呢 戒 知 难 定 会 泄脱 这叫五分法神 淫 戒能生淫 淫 就表智慧 这叫 这个五分法神 对的这个色寿 想行识 把这两个罐 一个属于圣意 不度虚伪 这叫除世的 一个是色寿 想识 属于虚伪 说这叫四间法 三界颠倒 没有正法 以这个界定会为正法 把他俩对之 对之这个 西论法 一个是四间 一个是除世间 一个是有为 一个是无漏 那么以下就 以着这个含义 来做解释 就拿有为法 无为法 那分析到 什么叫无有为法 什么叫无为法 什么等为何时 除世间 什么等于为世间 什么叫有为法 什么叫无为法 文法嘛 这是文藏啊 文藏啊 那么现在标出来 四间法 就是宰圣祥 除世间法 皆定会 泄脱泄脱之见 那么有为法 欲界 欲界 骂界 无骂界 众生界 凡事有为 就是有生灭 什么叫有为呢 有生灭 有所作为 有所作为 他属于因缘的 因缘所生的 因缘所生的一些法 都叫有为 一者 有所得 有所作 这叫有为 心 跟井 跟井 不一样 就拿这四种事 就是成就了 欲界 骂界 无骂界 众生界 三界 欲界 骂界 无骂界 他所依的 是所依处 所依处 谁依着他 一切众生 也依着他 一切众生 是能依的 三界 就是处所 所依的 你的心不同 所依的处不同 心不同 所造的 也不同 所依的处不同 或者一道 天界 一道地狱界 或者一道 人间 处不同 有苦难 有些没的苦难 为什么 随他的心 随他的心的差别 而有差别 借者 就是你的 贪求 虚妄 所处的处所 生长贪知 希望 而这叫欲界 欲界 说 你所属的 骰界 跟无骰界 意义跟这是一样的 把你欲界 骰界 无骰界 的 统统都叫欲界 都是有欲的 有无欲的 这叫属于 有为法 有为法 这是照作义 有为的是照作义 什么叫无为法 什么叫无为法 有为是对着无为说的 何等为无为法 虚空 灭盘 树原灭 非树原灭 缘起 法性重 作呢 有所作 作者就是生灭 含义 有作就有生灭 虚空 没有作呀 涅槃 也没有作呀 树原灭 树原灭就是 无作无为 因为 缘起 而起的 树原灭 非树原灭 没有缘起作法 也没有树原灭 也没有无树原灭 所以说 无为 就是无作 虚空不是作的 灭盘不是作的 因为很多 缘起作法 缘灭过 一切缘灭 寂灭从虚 没有作 无为 无所得 就无为 不作树 不是树原 不是一元两元 不作树工 为什么不作树 不作树工 一切 障碍物 所不能在 就是树原灭 非树原灭 因为 不是这个 所显现的 像这样 假设性吧 假设性的 说是 好几个 元 使他灭的 但事实上 不是这样子 事实上 就这个 法性 来解释 不是树原灭 所以非树原灭 不是一个因缘 不是一个缘起 能把他灭 经过好几个因缘 是灭的 他不属于这个 就不剁树 就是不剁树 不是树原 也不是非树原 在涅槃的解释很多 就挂说涅槃这个名字 涅槃不就 通说吧 叫这个不生 不灭 但是有 性经涅槃 有非性经涅槃 以智慧为源 宅灭无为 宅灭无为 就是没有住祸 他是 寡险灭礼 这叫 这叫非树原灭 是以智慧为源 智慧不属于树 也不属于缘起 因此 因此 一个是理性的 一个是理性的 一个从显现的 说理性的 又不是树原 也不是非树原 解这个灭的含义 解灭的含义 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性体本身 性是寂灭的 性的本身是清净的 所以这个叫涅槃 因为清净的性 也没有什么生灭 也没什么没生灭 那么树原 非树原 这个树字呢 就把它解成会吧 就是会 由会 而给这个灭呀 作为源 那为什么意思呢 会能灭这个祸 会把灭祸了 这样子就是 非树灭 这理本来是在显 会是只能显理 也没有树字可言 不是一个会 两个会 三个会 五个会 不是这个 这个树字 是为的会的树 说假会为源 来因为这个 以会灭这个祸 灭那个祸 为生死祸 灭什么祸 那不是只是一个会 不是有很多的会 就是会能显理 显理 显那个不生 不灭的理 诸法 云原胜 我说即是空 那就是 缘起诸法 本身就是空的 有啥呢 无字性过 一缘起过 这就叫 法性 住 法性 住 把柱子提到前头 就是住在 法性上 缘起诸法 很短 咱们平常学的是 十二一缘法 十二一缘法 这叫缘起的 十二一缘是缘起的 它里头还有个含义 还有个不缘起的 不缘起的呢 就是无为 缘起的呢 是有为 有为 有为的 生灭法 无为的 就是不生灭法 如果让过去 现在 未来 是三四 流转 这是有为的 有为的 本来没有三四 那就是无为的 三四法不利 不利 一些法性 常入是 常定的 是无为 缘起诸法 无自性 缘起诸法 无自性 还有什么有为 无为啊 也叫无为 无为的意思 这叫大品波 我时候 讲的十二一缘 虚空不是有数字的 所以叫虚空不可进 灭叛经来讲 十二一缘 十二一缘 是一只佛性 一只佛性而起的 十二一缘 五蕴十六处 十八戒 一些诸法 它是一真而起的 一只真中而起的 一今而起的 所以 把它们都叫成真如 真书 常主不变的 一真而起 那还把它叫成真如 父生的儿子 那还叫他 跟他父亲 是同一个主的 是这样来解释的 这是又一种责事 这是随缘意 但是要他不变意 不变意 真永远不变的 妄于真起 一妄显真 那也没有妄了 妄极是真 那又深入了 那是原调的大成意了 不是用数字 有正有简有义的 一切诸法 微心所辨 你这法性 假设是一切法 这就叫有 随意真如 一法不利 这叫真 真书二提 书不离真 书能显真 书即是真 书即是真 那书法就没有了 因为一切入法 是无相的 但是 非正方知 不是正德的 你不能了解 无相意 得靠正德意 正义 才能无相啊 说像我们一切众生 有祸 有贪诚词慢 有祸 有祸才有一些相 说祸没有了 祸尽了 祸尽了就是法性 就是无相意 就是心不变功 性的本身就是情境的 但是说他随缘 随缘而不变 随缘不变于 这都是显这个 法性就是真如 法性的真如 就连这个法性真如 真如法性 也是假设的 也是假设的 因为要对着 说有说无 知有知无 说空说有 说实 说真如 说一切诸法 为了利益纵身过 所说这些个 名词 法性 当然有言说 独无实义 凡是说出来 说真如不是真如 为正方知 你那契合了 契合了 能入礼了 也能值得了 另外下头还有个六计法 六计法 六计法就是 怎么招了的耐国 耐是因 而产生的国 能招耐国的 或招非耐国的 是什么 那就叫 有计法 无计法 四圣地法 四沙门国 四地 四五为 四念处 四正秦 四如意诸 五根五律 七菩提分 八正道分 这是一切法相都说的 为什么呢 为了显真性的实体 显佛的一些字 这些个法相啊 其实它的目的 是显性的 显性的 说 假设这么多法 说 佛是一些自责 佛是 一切都能了住 了知 注意这一些法上 所以叫一切自 叫一切自 这些个 有计法都标些什么 何谓有计法 有计法是总说的 四圣地啊 四沙门国啊 四辩啊 四无所谓啊 四念处啊 四正秦啊 四神主啊 五根五六七菩提八圣道 这都是举的一些个散法 这些个法呢 顺利 拿这些法来显真若 这些法都不是真若 他所显现的 不愿这么显真若呢 这个咱们在前头 放横平呢 料说 是沙门国 是沙门国 四种沙门国 四辩九地三十七菩 完了前头的放横平 讲清静 就清静这些法 这个 在这个各个名项 学各个经论 都学过了 都学过了 他这没有做详细解释 大体就举这个 这叫什么呢 有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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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解释说 能招的奈 和非奈的国 这叫有计 想着有计的意思 什么叫有计啊 就是他能招来的奈 非奈的国 我们平常说 变这个计呢 有计法呢 就是善和那 就两种就可以了 他这些详细给你 把这个所有的 圣教的名词 都给你列上了 这些个法 大家法性上的 查那法相上的 咱们都常讲过了 一个一个名词 不做解释了 这些名词啊 不做解释了 如果我说 木耐寺解释 这些名词 那就很多了 短时间能讲 这华安经 引证实话 是说 行菩萨 大家道的实行菩萨 行菩萨 他要给众生 度众生 要说这些法 遇到什么地 说什么法 不是一上来 就说华言 是这个含义啊 孟参老和尚 1915年7月13日 身于京吉林省白城地区 1931年 在北京房山县 兜率四出家 一生学通显密 教通八宗 畅讲华言 立红地藏 虽蒙雷谢之灾 三十三载 红发心智 未曾烧歇 于2017年 11月27日 在大陆五台山 安详市集 享受103岁 感恩孟参老和尚 一生眼说大称 少龙火肿 缅怀风范 祈愿老和尚 早日趁愿再来 慈敏度众 立乐有请 认识中华护生协会 兵持佛陀 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以及众生平等 慈悲相待理念 慈悲置业 于2002年 成立了中华护生协会 以倡导救护一切众生 尤其时代环境变迁 放生一定要配合政府 所宣导的保护生态环境 以及物种生存条件 等各方配套措施 在放生更要护命的宗旨下 护生协会这几年 都采用筹建护生园区的方式 来拯救生命 以安养务命的方式 来推广 来救护生命 目前 护生园区于宜兰 共有四处园区 新北有一处园区 于云嘉南地区有十处 高平地区六处 金门设有一处 护生协会 在众生平等 慈悲相待的理念下 所推广的会晤有 一 不定期举办各类护生救生活动 以教化世人尊重生命 爱护生命 二 任养清寒学童的活动 筹集清寒子弟助学专款项目 以及提供海外僧企 医护经费 待国外僧众寻找 护持功德主等行动 三 国立外急难救助 以及应生未生胎儿的 免费超度登记 四 协助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 2021年 截下的防疫共僧包 发放等 只要是护持众生 利益众生的善行 都是护生协会 所努力的方向 失去双腿的野兔 阿湛老伯 祖祖辈辈 生活在草原上 以放牧为生 他原以为 自己的儿子 也会像自己一样 留在这片草原 但充满诱惑的城市 却将他儿子给带走了 阿湛老伯 你也来这里放羊啊 阿湛老伯 你年纪这么大了 怎么也跑这么远来放羊呢 这里的草长得茂盛 羊爱吃着呢 阿湛老伯 你的儿子好久没回来了吧 他在都市工作很忙 哪有空回来啊 你年纪越来越大了 自己生活多不容易啊 我看你就跟着你儿子 去都市里生活好了 哈哈 我从小就在这片草原长大 习惯了这里的生活 去城市里又不能骑马 又没有羊可放 那有什么意思 阿湛老伯的儿子 可真放心自己的老爸呀 那么久了也不回来看看 他儿子从小就不喜欢草原 一心想去大城市生活 现在去了 哪里还会回来啊 唉 可怜阿湛老伯一个人 孤零零的在这里生活 而且 他年纪那么大了 行动也不如从前了 要是他儿子没有离开的话 放牧的任务 就应该由他的儿子来做了 可不是嘛 年纪那么大了 还骑着马跑这么远 不知道阿湛老伯 还能坚持多久 就在两人议论的时候 突然传来了一声 马的嘶鸣 阿湛老伯坐的那匹马 竟然失足摔倒了 不好 是阿湛老伯的马摔倒了 我们快去看看 哎呦 好痛啊 我的腿好痛啊 阿湛老伯 你没事吧 痛 我的腿好像折到了 不妙啊 他的腿好像断了 啊 我们赶快带他去看医生 阿湛老伯的右腿 因为这场意外摔断了 因此 他的儿子 匆匆地从都市赶了回来 医生说了 你父亲的腿 至少得半年才能恢复 半年 怎么要那么久啊 伤筋动骨的 更何况你父亲年纪那么大了 恢复的自然要慢一些 这下该怎么办啊 我不可能在这里照顾他那么久 嗯 你可是他唯一的儿子 你不照顾他 他还能指望谁啊 是啊 不要忘了 你父亲从小含辛茹苦将你养大 他现在受伤了 是需要你来照顾他的 我还有工作呢 不能在这里待太久 我来想想别的办法处理吧 水 水 我要喝水 来了 爸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 现在可好 腿摔断了 什么事都做不了了 哎呀 谁知道那匹马会突然摔倒呢 要知道他可是草原上 数一数二的好马 我想他一定是失足 踩到了野兔的洞穴 这些年草原上的野兔太多了 到处挖洞 好了 不要说这些没有用的 想想你的腿有半年时间不能走路 该怎么办吧 啊 你小子什么意思 是不是觉得我成为了你的累赘 我可没这样说 爸 你的腿受伤了 得有人照顾才行 我看你还是跟我去都市吧 去都市 那里我一个朋友都没有 我住不习惯的 爸 养老院里有很多和你年纪差不多的老人 我想你一定很快会结识新朋友的 啊 你小子说什么 你要将我送到养老院 爸 你知道 我平时上班很忙的 没办法照顾你 你给我走 我不要你管 我就是死在草原上也不会去什么养老院 你给我走 真是的 干嘛发这么大脾气啊 你也别怪你爸发脾气 你怎么能将他送到养老院呢 是啊 在草原上 杨膏都知道贵乳谢恩 你这样做实在是太不应该了 把父亲送到养老院 就算不孝吗 你们这些人的想法实在是太老旧了 唉 由于阿湛老伯死活都不愿跟着儿子去都市的养老院 没有办法 儿子只能暂时留在草原照顾父亲 主管 我知道这次请假有点长 是因为我父亲出了点意外嘛 不过你放心 下周我一定会赶回去的 唉 不能再拖下去了 要是再不回去 这份工作可就保不住了 看来只能让邻居们帮忙照顾我父亲了 你真的打算就这么走了 嗯 我这也是没有办法呀 我再不回去的话 工作可就没有了 可是你爸的腿 我已经将爸爸托付给阿德老伯了 他会替我照顾他的 阿通 你听我的 工作没了可以再找 你爸爸现在很需要你啊 阿通 如果你真的下定决心 要走就走吧 你爸爸就交给我了 阿德老伯 那我爸爸就拜托你了 唉 他怎么能这样做呀 阿德老伯 你怎么就答应他了呀 阿通已经铁了心要离开 我能做的 也只有帮忙照顾他的父亲了 从草原到车站 需要走很长的一段路 阿通走了许久 他感到有些累了 便坐下来休息一会 可就在这时候 不远处的草丛 突然传来了一阵沙沙的响声 唉 那是什么 阿通话音刚落 只见一只兔子突然从草丛里窜了出来 然后双眼直直地盯着他 哎呀 他胆子好大呀 一般野兔见了人都会吓得转身跑掉 他不但不跑 还敢和我对视 唉 快走开 你这个家伙 真奇怪 这不会是一只傻兔子吧 说着 他放下身上的背包 然后站了起来 朝那只兔子走去 那兔子见他朝自己走来 于是便转身慢悠悠地做逃跑状 原来这是一只腿不灵活的兔子呀 看我把他抓住 然而 当他跑起来时 那只兔子也加快速度 一人一吐 总是相隔那么几米远 这个家伙 他究竟想要干什么 哼 今天我非抓住他不可 说着 他加速朝其扑去 而那只兔子 却灵巧地一转身 躲过了阿通的抓捕后 又顺着原路 飞快地跑走了 很快便消失不见了 唉 可恶的兔子 竟然被他给耍了 哎呀 我背包还放在那里呢 就在阿通返回去 拿自己背包的时候 却远远地看到那只兔子 正在自己刚刚休息的地方 挖着什么 嗯 他在干什么呢 原来那是他的家呀 他刚才是刻意将我引开的 如果没猜错的话 那洞里应该有几只小兔子 他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 才会冒险将我引走 那只兔子钻进洞内 很快 一只年迈的老兔子 缓缓地从洞里爬了出来 而那只兔子 则在老兔子身后 用力推着 老兔子与其说是爬出来 倒不如说是被推出来的 哎 这是怎么回事 老兔子缓缓地出了洞 然后开始 大口大口 吃着周围的青草 而那只兔子则警惕地四下看着 像一个哨兵一般 阿通这时候终于看明白了 那只老兔子竟然没有后腿 原来是这样啊 这是一只失去两条后腿的老兔子 刚刚他将我引开 是为了保护这只老兔子 我想 他应该是这只兔子的父母吧 哎 我这都做了些什么呀 一只兔子都懂得照顾自己残疾的父母 而我 妈 我对不起你 阿通说着 便擦了擦眼角的泪水 然后朝背包那里走去 那只兔子看到有人走过来 急忙惊慌地用自己的身体护住老兔子 一向胆小温顺的兔子 竟然露出一副凶狠的表情 你不要害怕 我不会伤害你们的 说着 他弯腰捡起背包 然后朝自家的方向走去 那只兔子看着阿通渐渐走远 便放下了警戒的表情 于是继续陪着那只老兔子 吃着青草 孩子 站起来 摔倒了就哭 可不是草原上的男子汉哦 我的脚好痛啊 哎呀 脚扭伤了 怎么这么严重 好痛啊 别碰他 真的好痛啊 没事的 回家附上药 休息几天就好了 来 我背你回家 阿通 你怎么回来了 我想明白了 父亲现在需要我 我应该要回来照顾他才对的 嗯 想通了 真棒的 野兔 野兔都知道照料残疾的父母 如果人不知道静效 那岂不是连动物都不如吗